有笑話嗎 是笑話的嗎 我跟你說 我早知道你起來 突然想到我都沒來看 我感恩到你有笑話 見面就會擁抱關心 雖然相差50歲 但也看得出來百歲人類 余裕女士和市議員楊秀玉的好交情 受到疫情影響 好一陣子不能見面 在疫情趨緩之際 楊秀玉特地帶著一瓶 有24年歷史的金門高粱酒 送給這位算是望年之交的 老朋友 小酌一杯相見歡 也祝福這位好朋友 健康吃肉粒 那我知道阿嬤 因為阿嬤她真的非常長瘦 而且非常的健康 非常的健康 那我知道她的養生之道 她每天吃飽飯一定會喝一瓶 就是喝一小杯的高粱 就是睡午覺 她睡眠時間蠻長的 還有她就是說 一定每天一定會喝高粱酒 那我就是今天特別從家裡 帶著一瓶87的 這個酒已經比我的女兒年紀還大 住在七堵區六堵社區 現年104歲的人瑞 余裕女士 雖然高瘦身體卻相當硬朗 特別的是 余女士的養生之道 是喜歡在睡覺前喝點酒 幫助睡眠 沒有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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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喝點酒 她說是吃百瓶要去睡覺的時候 她會喝一杯都會喝那個 微量的那個高粱酒 啤酒 沒有睡就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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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了 還有或是高粱都行 年輕時就在六堵開設雜貨店的余女士 拿著當年還要向燕酒公賣局 申請的燕酒牌 和楊秀玉一起合照 兩個人畢業還揮揮手 展現好交情 更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朋友見面不再受限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